建模表现施工图 一个课程快速学习当今SU核心全流程 大家好,给大家带来全新的第11期 SU入门到进阶全流程 我们课程从四大部分进行全流程的讲解 在建模部分,我们学习到全面系统的基础能力 让你短时间内快速系统的了解SU的所有使用工具 并新增iPad建模的内容随时随地进行设计 我们选择了全屋定制的建模作为入门级别的建模案例 通过对案例的拆解让你轻松掌握整个建模流程 让你更好的衔接更为高级的全屋定制家具课程 接下来我们将会学习完整的室内设计建模 从0到系统学会建模 将会更好的衔接 室内设计layout施工图课程的学习 直接利用模型出室内施工图 在第二部分的表现内容中 针对利用绘制好的全无定制模型 直接输出效果图 并且一口气但已完成全无定制的效果图 虽然制作和彩色图纸输出 整个过程都在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下完成 一个课程能够体验到SU全流程的魅力 第四部分是高级建模专题内容 我们通过案例详细讲解如何使用插件 解决异形的建模问题 其中包括了螺旋楼梯的制作方法 对于这类的模型应该如何快速建模和修改 在高级建模的内容中 我们通过综合案例还原出1比1的模型 我们提供详细的尺寸图纸 精确地绘制出可以落地的模型 同时可以让你进行出图 或者渲染的工作流程 在高级建模中 对于异形的贴图 我们做了重点的讲解 如何避免贴图错乱 我们有详细的解决方案 这节贴图专题将会帮助你进一步解决贴图问题 另外我们搭配优向小课堂的内容 包括SU插件的使用 更多实践 案例技巧 高级功能的使用 享受SU全新工作流程的乐趣 我们第11期见吧